这里是小狐狸的说 今天要来说说小狐狸的心理测验哦 那就让我们开始吧 首先请看着小狐狸的眼睛 要很仔细很仔细地看着哦 可以再往右边一点的说 哦现在太右边了啦 接着小狐狸将透过神秘的力量 来对你进行分析 依照目前看来 你希望能获得别人的喜爱 但有时又会害怕自己的缺点被别人发现 你常常有一些烦恼 偶尔会有一些不安以及忧虑 对于未来感到不确定 你不喜欢被命令 或是受到过度的限制 你常常在做重大决定时 会想很多有的没的 甚至会怀疑自己的决定是否正确 你对于社会有一些不满意 有些是可以改编的 但有些你明白是没有办法改变的 你希望能有更进一步的发展 你知道如果给你更多时间 更好的条件 你可以做得更好 分析完毕的说哦 如果你觉得小狐狸的心理测验很准 还可以跟你说一个重大的秘密哦 那就是 如果你很长一段时间都没有吃东西的话 就会肚子饿的说 那今天就说到这里吧 晚安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